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球事务部在发表这份声明的同时配发了一张斯帕佛家人提供的照片 显示满带小用的斯帕佛和爱犬在卡尔加利合影的照片 声明同时表示现在斯帕佛家人请求继续尊重他们的忍试 不做进一步的评论 9月25日斯帕佛和另一名加拿大人康明海坐飞机返回加拿大 加拿大总理特努多亲自到机场迎接 与此同时被加拿大扣押了一千多日的 中国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亦反到了中国受到了欢迎 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在两名加拿大被告人被中方批准 取报候审并回到加拿大后 加拿大驻华大使鲍达文在当地时间10月1日 在白宫会见美国官员和加拿大驻美大使希尔曼 由于时线并没有公布这次访美的行程 广播公司用了紧纯两个字来应用加拿大方面这个举动 报道提到当记者在白宫外询问鲍达文此行的目的时 他提到了两点 首先就是加拿大被告康明海迈克尔案感谢拜登政府的帮忙 其次是与美国官员讨论印太地区政策 了解他们的做法 鲍达文还说他此行是今年4月访美期间 与美国官员一次谈话的后续 当时双方也交换了意见 加拿大广播公司表示鲍达文此行访美 刚刚是两个加拿大人获释后的一个星期 与此同时 华盛顿方面正对如何处理和中国的关系进行反思 报道说有迹象显示 美国希望更好地了解他的盟友对华问题上的立场 并且这个愿望早于那两位加拿大人被依法取保候审 上星期 获拜登提名为下任美国驻加拿大大使的科恩 在出席美国参议院的提名听证会上 被问及如何深化美国和加拿大在中国问题上的合作 科恩表示 我们都在等待着加拿大发布他整体对华政策的框架 中国电讯巨头华为 昨天说已经对瑞典发展6月份的一项裁决提出了上诉 这项裁决维持了对华为在瑞典销售5G设备的禁令 据路透社报道说 华为表示已经要求对这件案件进行口头的听证 但上诉法庭可以决定是否举行这样的听证会 还是要求欧洲法院作出初步的裁决 去年10月由于瑞典情报安全局对华为提出安全的担忧 瑞典的电讯监管机构、右征和电讯管理局禁止华为 向瑞典电讯移动公司提供5G设备 华为随后在法院对这个决定提出了挑战 瑞典斯德哥尔摩行政法院 在今年6月22日驳回了华为的请求 法院裁定瑞典邮政和电讯管理局 去年10月决定禁止在瑞典新的5G电讯网络中 使用华为和中兴的设备是合法的 华为当时曾表示将考虑包括上诉在内的所有选项 美国贸易代表大奇 10月4日将就拜登政府对中国贸易政策的检讨发表演说 美国媒体引述消息人士说 大奇到时将会宣布中国并没有遵守特朗普政府时期 达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引述消息人士报道 根据这份2019年签署的协议 中国本应在两年之内再购买20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 但中国并没有兑现这个承诺 协议涵盖的时段目前只剩最后三个月 到今年12月31日为止 截至8月份中国对美国出口产品的购买量 估计约为贸易协议目标的62% 这里是荷兰粤语频道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转发、点赞和订阅 下面看看有什么其他的新闻 今天很多世界媒体 报道至中国又有一个大老虎落马的消息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 傅政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在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傅政华从北京公安系统起步 一直做到司法部长、中共中央委员、政协委员 傅政华曾经参与调查 侦破1996年混抄车抢劫案、1997年白宝山案、 门头抠杂警案、黄光预案等多起大案要案 2010年5月11日 北京天上人间、名门夜宴等4家娱乐场所被警方查封 停业整顿6个月 当时打击卖人嫖娼专项行动的总指挥 就是新任北京市公安局长的傅政华 对于傅政华这个人 外界的印象包括不吸烟、不喝酒、不唱歌 最大的爱好是读书 傅政华从北京公安系统起步 上吊公安部转战司法部 退居二线直至今次落马 而在今年的9月15日至17日 傅政华还吩咐重庆参加调研 傅政华的问题流亡海外的中国商人郭文贵 早就有所爆料 香港警方10月1日清晨6点接到报告 在黄大仙横头陷寸 宏安邮对面的赴美街 有中国国旗着火焚烧 据明报报道 警员到场发现地上留下红色的布水 以及消过的痕迹 发现附近一幅慶祝国庆的横额被拆毁 附近宏安邮走廊外场挂着多面中国国旗 怀疑挂在底层的其中一面国旗不翼而非 警方正在调查是否与此有关 警方回应媒体审问时 早上接获市民的报案 发现黄安邮对面行人道上 有20面国旗跌落地 部分国旗有消过的痕迹 警方接获报告后到达现场 经初步调查 警方拿走相关证物做进一步调查 案件列作侮辱国旗处理 交由东九龙总区重案组跟进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被捕 中国云南省瑞安市政府机构透露 近期境外自首人员入境压力增大 医疗救治资源难以满足实际需求 据中国媒体澎湃新闻10月1日报道 瑞丽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 9月29日证实 虽然疫情得到控制 但疫情防控仍处于最危险最艰难的时刻 对于外防输入方面 瑞丽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 回应中提到 随着缅甸局势持续动荡 疫情不断恶化 战情景情疫情叠加 现在中国各地发布滞留在缅北人员劝反公告后 大量境外自首人员选择从瑞丽市入境 还有几万人等待入境 目前境外输入病例和本土病例双重叠加 瑞丽市医疗救治资源难以满足实际需求 压力前所未有疫情输入风险以日俱增 台湾国防部空军说 10月1日有38架中共解放军军机 穿越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 创下台湾国防部公布统计以来的 单日最多价次的记录 台湾空军说 台湾派遣军机应对 并进行广播距离和防空飞弹追踪监控 对于解放军最新行动 中方仍未有回应 但此前 解放军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 张春辉曾经表示 台湾及其附属島嶼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国军队战备巡航完全正当合法 在针对当前台海安全局势 以及维护国家主权需要采取的必要行动 傻逼才说武统台湾? 格斗狂人徐晓东今天在YouTube上再发作一段视频 出示网友发给他一段 陈秋实支持武统台湾的视频 他说这是造谣 武险陈秋实 视频中陈秋实说了一些话 大意反对分裂 但并没有说过武统台湾 徐晓东说视频是2019年陈秋实在武汉拍的 徐晓东不断说粗口 说只有傻逼才说武统台湾 他说他和陈秋实都不主张动武 河南郑州高新区一个商场 10月1日安排无人机表演 期间突然发生故障 几十部无人机集体失控聚地 内地传媒引述活动主办方 郑州高新区曼达广场工作人员回应 说事后已经报警处理 怀疑是同行恶性的竞争干扰所致 事件并没有造成人员受伤 从现场的影片看到 无人机坊镇原本正在数十米的高空进行表演 期间突然失去控制 多部无人机缓慢向下掉落 甚至直接落入下方围观的人群当中 现场有不少民众表现惊慌 但亦有人趁机捡走了落在地上的无人机 与此同时 有工作人员紧急提醒市民要赶快撤离注意安全 事发在当天晚上九点钟左右 万达广场为了慶祝一周年开业 特别安排无人机表演 目击者说表演开始不到三分钟 就由无人机从天上跌下来 跌了很多 但现场并没有看到有人受伤 据说当天有上千架无人机参与表演 最后听一条好消息 日前第24届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奖揭晓 五位获奖者中有一位中国女科学家 她就是浙江大学神经科学中心教授 执行主任胡海兰 胡海兰教授因在神经科学方面的重大发现而获奖 她的研究工作促成了新一代抗抑鬱药物的研发 这个奖行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欧莱雅基金会在1998年设立 已经选出122名获奖者 还有超过115个国家资助和表彰了3,800多名富有潜力的青年女科学家 奖金是每人10万欧元 胡海兰1973年出生 主要从事情绪和社会行为的分子和神经环络机制的研究 今晚的新闻就报道到此为止 我们明晚同样时间再见 拜拜